好 丁信皇子胡玉堂先生你好 午安 明娟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是 今天盘面当中呢 虽然只有在68点的空间震荡 但是好多特色今天 对 其实我们在 昨天还有聊到 就是说原本说OTC还比较强势 但是今天结构好像不一样 反而是集中有点比较接棒的味道 相对来说比较强 第二点 原先你会很市场看好的 所谓千金股 所谓的高价股 这个法人也是追捧的 但是今天突然 好像又有一些外资的报告 看得比较空 你看像先前也是市场看好 所谓转单效应 然后公司派都说 有机会接到这个对岸的转单 信华今天是这个打到跌停 这个回撤到月线 这个月线也是蛮重要的支撑 因为这一波几乎都是 没有做一个回撤 就今天是用跌停的一个方式 继续做一个回撤 然后5269的翔硕也是一样 虽然今天也一度打到跌停 虽然在跌停板之上 不过已经也是差不多 在跌停板附近开开关关 所以两党这种所谓千金股的一个回撤 大家也担心 法人的筹码是不是有所松动 大户也好 大概从高价股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不过从内容来看 我觉得先不必太担忧 因为今天除了高价之外 先前强势的防疫股 也回跌了 你看康纳乡 恒大 国光森 大概这样少一下 我们知道先前谈到 比较偏生计类的防疫个股 也出现回撤 所以我初步的解释就是说 在原先 就是说 涨幅比较领先的 或者是真的像这种高价千金股 有一些筹码出现了 获利了结的松动 但是今天的台股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OTC没有说 如预期强的 非常强势的续工 但是 集中市场接棒 然后昨天我们还聊到 6月份以来 外资会不会回新转易 果然昨天外资大买百亿 所以我的解读是这样 就是说 是不是现在资金 有点所谓的一个轮转轮动 所以外资今天应该还会再买 对 因为我们刚才集中市场比较强 那你看虽然高价的千金股 尤其偏IC设计这块回跌 不过你看今天联发科转强 所以我会认为说 就是说市场的热度 并没有就是销售 而是说资金有点轮转 同样也是电子为重 因为电子股比中间起很多 那电子股为重的话 第一个当然 他挑选的 或许联发科他觉得 有受惠 同样也是转单效应 但是他的涨幅 或许比较落后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因为毕竟来讲 联发科也是在5月份以来 整个均线架构才刚开始翻样 然后整个半导体 从上中驾游的封测材料 他们还有机会 说真的接到对岸的转单 今天联发科走的就是这个题材 当然会不会接到等等 我觉得还有待确认 不过我觉得外市会这样买 我之前有谈到 我觉得机会是有的 就是台系供应链 毕竟中国要去去美化 那去美化 最先能受惠的 一定就是台湾的 所以联发科今天走高 然后封测像南茂 南茂之前也谈到 对岸的转单 约着上可以期待 尤其南茂最近来看 这个投信的买盘 还蛮积极的 投信大概前两周开始转买 目前的均线的架构 也开始翻扬 那毕竟在 整体的运营状况 其实从第一季到 下半年来讲 其实市场的看法都蛮乐观的 所以你看今天南茂 是用跳空开高的方式 也冲向写下波段新高 这部分来讲 我认为可以在六月份 把它列入 有可能是 法人有机会 持续琢磨的标的 那半导体的封测材料 昨天有聊到的 像是长科 长科虽然今天尾盘 有点压回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长科的均线的架构 经过了五月份的 横向整理之后 已经开始有发散的味道 因为毕竟来讲 从公司上礼拜 在贵买中心举巴的 法说也尝到 在第二季的营运展望 尤其在QFN 导线价的一个部分 毛利率更高 那整体的产能 目前在中国对岸的需求 是增加的情况之下 整体的获利有机会走高 所以你看它的技术的形态 原则上也是比弹盘强 那很重要一点 稍微补充 因为它过去 如果我们切月线图来看 长科过去是这种 四五百块的高价 那是因为去年 它做了一个 面额的一个转换 从过往的面额是十元 它转换为一元 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股价 或者是ETS 都有做同幅度的调整 但是如果你还原它的一个 票面额十元去看的话 其实它在 整年的获利数字来讲 其实是表现很好的 这个图看得很清楚 它在这个所谓的 转换面额之前 股价是三四百块的高价 所以说它有可能 它最近是因为 在这个面额 转为一元回来之后 股价上被 这个所谓自然的一个调降 但是从获利的角度来看 其实同样做导线价的 像是建设 建设今天创高 盘中来到273元 当然它还有军热片的出货都不错 不过同住屋你可以做比较 因为毕竟以建设来讲 已经来到273元 本益比已经拉高到将近 三十几倍左右 但是它也告诉我们 其实在这个散热片 或者导线价半导体封测这一块 其实整体的订单营运状况都不错 那刚刚谈到的像是 六五四八长科的一个部分 以今年的获利数字 来推估的话 其实本益比大概十五倍 那来自于对岸的一些转单试单 对它第二季的营运状况应该不错 所以说在电子股的部分 我会认为既然还是有接棒的 像联发科这些指标性的个股 去做一个领涨的动作 代表半导体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多头揍心 只是投资人稍微去留意到 就是说有一些先前涨多涨高的个股 可能在近期会有一些 获利条件的卖压释出 这个可能在六月份 就会有 结构上我觉得会跟五月份会有不同 因为毕竟有法人的坐账 当然会有提早获利下车的结账 这个在操作上稍微留意 那在尾盘比较有买盘点火的 像是2481的强帽 在其实电动车市场这一块 IGBT的一个组件 也是它今年的成长重心 尤其昨天的美股 我们可以看到一涨 还是TESLA TESLA的股价 其实在历经了三月份的股灾回来之后 昨天是大涨了将近快8个% 收898 那TESLA的股价 这个已经有法人在干了 是不是又要再挑战这个 在二月份创的历史高 大概900多元 或者有机会像千元迈进 所以TESLA的股价攻高之后 原则上零组件的部分 刚刚谈到强帽也好 或者像是1536的核大 核大在近期的筹码面 也有见到投信 开始回补的一个味道 因为毕竟它在减速指纹箱的部分 对于TESLA还是有一定的一个 独占性的供货质存在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说 虽然今天OTC算是比较弱的 做休息 不过有集中的大型股接班 我觉得在六月份是可以去期待说 这个外资的回补行情 或许有这样的味道存在 OK 尾牌它有多档金融股 也有被这个大单点火 对 其实跟因为刚刚 谈到就是说外资的一个资金回流之后 其实锁定的标的 除了刚刚谈到大型的龙头电子指标之外 其实金融的金控股 也是过去外资比较偏爱的 这个部分来讲 又配合近期的金控股 其实整体来讲股进比都还比较偏低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去观察 或许也会有一波外资的一个 恢补资金潮 OK 也非常感谢呢 这个玉堂先生陪我们一起来看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